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女神料电影 成长是一个拥有酸甜苦辣咸无味的故事 每个人都会为这五味带来不同的烦恼 今天女神就为大家带来一部一个矮个子的烦恼吧 小女孩萌萌来到一个大型的游乐场之中 这里是她最喜欢玩的地方了 一如她眼帘的就是过山车的游戏 这种游戏惊险刺激 萌萌毫不犹豫的就冲了过去 可是走到门口却被卖票员给拦了下来 原来玩这个游戏是有身高要求的 萌萌知道自己的身高不够 于是就举起了双手 卖票员又不是傻子 直接让萌萌去弯摇摇车 萌萌当然不是好糊弄的了 于是她生气的走了 没过一会儿 萌萌戴着长颈鹿的帽子再一次来到了这里 卖票员却说 你这身高是硬上呀 赶紧走吧 这招不行 萌萌就把肯德基全家捅 拧在了脚下 她自己满满的走了过来 可是还没有走到卖票员处 直筒就被她给踩扁了 于是她失望的回去了 但是在走楼梯的时候 她一个不小心就摔了下去 真是倒霉呀 游戏还没有完 还摔了一跤 头上也被摔出了一个大包 她疼得哭了起来 突然她发现镜子里面的自己 似乎是高了一点 这下有办法了 她就用头去装绑冰球 宝宝再一次高了一点 之后还把头伸进了打地鼠的机器里 让人使劲的敲 这下包包更大了 但是她还是不满足 看着一个大锤露出了微笑 之后出现在卖票员面前的 就是这个样子的萌萌 卖票员在看清楚 萌萌头上的包的时候 就吓晕了过去 萌萌却大不留心的坐上了过山车 当轨道的大门打开之后 萌萌落住了 原来太高了也不行啊 想要刹车已经来不及了 就这样萌萌在轨道之上 手紧了折磨 好不容易挨到山车停下 却发现头顶上的包 已经打得出不来了 看来坐高个子 也是有苦恼的 就是不知道 当线高的时候 高个子 该如何解决呢 感谢收看本期视频 喜欢 不要忘记关注转发哦